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者是一连券 你其实并不是很清楚的数字 比如说一百多个国家出现了这次会议 参加了这次会议 比如说一千多个代表出现了这次会议 比如说有四千多名记者采访了这次会议 你也可以看到习近平主席发表举止演讲 你也可以看到国务院的常务副总理 政治局常委张高丽发表演讲 你也可以看到一年圈巨大无比的交易的数字 似乎在这一次高峰会议里面完成 一系列的文件会在这次会议的签讯 那么这个会议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建政以来 最具有国际性的外交主场的一次国际的高峰会议 但是你看到明镜火拍的点点金事 我们将会呈现另外一个数字 另外一些场景 另外一些观察的角度给你看 事实上 这一次号称一百多个国家的参与 号称一千多名代表参与的会议 几乎没有一位重要的经济发达国家的领袖出席会议 好 有一个 但是他是意大利的总理 没有美国 没有日本 没有法国 没有英国 没有德国 没有澳大利亚 没有新西兰 没有加拿大 几乎重要的发达国家 没有一个实际性的中央领导人出席 那些所谓的代表 比如像美国出席的代表 是一个曾经居北京的记者 被中国警察打了几个耳光的记者 现在他是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的一个助理 一个亚太事务方面的主管 中文名字叫博明 其他国家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级别 或者是值得我叫上他们的名字 当然 有的人可以叫上俄罗斯的总统普京 也可以叫上南韩新担任的总统 应该是叫文哲卯吧 文哲勇 讲错了 文哲勇 这个仗是有一点像中共二战的那一次月宾式 这个和中国要展现去美国 英国 或者其他国家试图推出国际舞台 让中共扮演更多角色的一个国际性 中共全球性影响力的大会 似乎有一点对不上号 即算是那些庞大的经济数字 我们都很清楚 其实大部分都已经是早就 已经谈了很多年 早就进行了经济投资 只是为了今天的一带一路高峰会议 把它再展示一次而已 当然 是有很多国家的领导人出席 这些国家是什么领导人 大家看一看那些名单就很清楚 看一看那些名单就很清楚 我不好意思说这是一个丐帮的大会 但是 我知道 这些国家的领导人 无非不是到中国的经济发展的红利争分到一百根 因为这些国家 基本上可以说 不但是有严重的民族冲突 也有不少宗教的冲突 更重要的是长期的政治的腐败 法律的不完善 经济非常罗号 中国当然看出了这一点 要把中国的产能过剩消耗到这些国家 中国也看出了这一点 要把中国这套腐败的管理机制 管理租锋 管理文化 也传播到这些国家 从来克长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 但是 稍微懂一点经济的人都知道 这将是漫长的经济投资 漫长的时间 未必还能够得到经济回报 但是 这样一个高峰会议 成为了习近平上台以后 最大的中国走向世界的一个经济科长 同时也标示着很大的政治内涵 没有人敢质疑 没有人敢批评 中国的媒体上除了赞扬就是赞扬 除了赞美就是赞美 除了夸张就是夸张 所以 没有一个西方领导人 不知道这个只是一次中国的政治的同化 所以他们 虽然这些西方领导人 并不是他们真正有多大的远见 他们也希望中国的金钱 他们也希望中国的市场 他们也希望中国的投资和中国的支票 但是 他们已经知道 中国实际上没有多少钱了 一个普通的老百姓 几十万的资金都不能费出来 受到了限制 中国巨大的外汇的投资 实际上已经受到了很大的控制 中国的国库 中国的银行 实际上已经被 就那么几十家或者几百家 甚至 只有几十家吧 应该准确来讲 已经把中国的银行 变成了他们自己的经营的公司 他们的数字 是几千亿 几万亿 西方的资本家知道 西方的领导人知道 中国的市场 不是他们原来幻想和期待的那样 会打开 中国现在开不出几张支票了 即使那个支票未必一定是马上兑现 开不出多少支票了 所以西方的政客们 他们是短视的 但同时也是功利的 当然他们更重要的是 也意识到 中国这一场的高峰会议 不仅仅是带于一种经济上的市场的磕张 更重要的是一种政治影响力的磕张 而这种政治磕张力 正在侵蚀到西方 很长时间 也通过了很艰苦的努力 才得到了 现在的很多的民主自由和法治的价值 而中国的价值 恰恰是不需要这些东西了 不需要人权 不需要民主 不需要自由 也不需要法治 所以这一种冲突 已经使西方的政客们 也意识到 跟中国人打交道 也不是那么容易 当然你还可以继续铺开你的红地毯 去欢迎中国领导人 那个时候 可能中国领导人为了自己的荣耀 他可以给你一些订单 给你一些支票 或者给你开拓某一些市场 但是到北京去凑这个热闹 他们未必能够拿到多大的好处 所以西方领导人没有人去 去了意大利的那位总理 那么这样一个高红会议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会议 大家就应该很清楚了 更糟糕的是 即算是这样一个拼凑起来的 这么一百多个国家 对于外交部来讲 在过去也是非常的艰辛 因为为了开成这一次的 中共建政以来 举常外交的最高峰的会议 他们失去了粉身的结束 那么在最后的时候 他们终于得到了美国的同意 判了一个我前面讲的博明先生作为代表参加 所以在一带一路的高红会议的最后几天 大家终于看到 哦!美国人终于赶上了木板车 因为美国人曾经背锅过亚洲银行 那么很自然对一带一路呢 是不予参与 而且给予了很多的质疑 但是川普现在和习近平有一点巴递巴递 很多事情有趣于习近平 习近平也有趣于川普 所以习近平在讲出有千个理由 一万个理由 也应该搞好中美关系 这个是急于解决美国经济困境 也急于解决现在川普个人的困境 也急于解决美国的其他外交上的困境 急于想跟习近平达成某一些协议 但是没有想到 中国外交部同时也宣布 北韩的代表要出席这次会议 北韩当然办的级别比较高 是经济部长 类似于中国的经贸部长 或者是商业部长 那么这激起了美国代表的愤怒 因为由于北韩不断地进行核武器实验和导弹实验 那么联合国通过了一系列对北韩的制裁 而且就在不久以前的习近平和川普见面 中国还带了一个代表 这个代表是很少会出现在中美两国的元首会议上 这个就是解放军的联合参谋 联合部的参谋长 这个职位有一点不是那么好叫 以前就叫总参谋长 现在不叫总参谋长 现在叫联合参谋部的参谋党 黄红飞上将 他这一次出席在马格拉的两国高峰会议上面 预示着中国在一定承诺上 愿意给予美国的军事的支持 在解决北韩的问题上面 所以呢 川普后来宣布了一系列的对北韩的强有力量措施 这种强有力量措施 虽然在外界看起来有一点虚张声势 但是川普的一番讲话 使这个事情又产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因为川普在早几天赞扬了金正恩 觉得他能够领导一个这么国家也是够聪明的 哎哟 这么一个表演的声音 马上让金正恩听到了 金正恩的外务的副代表 或者是外交部的副部长 在访问别的国家的时候就说了 金正恩如果认为在合适的时候 也可以访问美国 这个似乎给在过去几个月以来 非常紧张的朝鲜半岛的局势 带来一丝新的具有戏剧性的想象的空间 但是美国代表没有想到 中国居然让北韩判处这个代表参加 其实对于外交部来讲 就是想多凑一个国家素额 所以并没有考虑到连锁的浩假的反应 而对于美国和其他的西欧国家相比 或者是日本和其他国家看来 那么经济制裁 这个北韩是迫使金正恩能够走向 谈判处的很重要的一个压力 那么你这个时候让他来参加这个会议 等于是对联合国制裁 北韩压力的一种缓解 那么这样给予了北韩一个不好的信息 果然 金正恩就在一带一路高航会开幕前的四个小时 发射了一枚导弹 坠落在日本海上 这个有人说这是给一带一路高航会所带来的一个开门炮 给了川普一个响亮的耳光 也给了习近平一个响亮的耳光 也给了其他代表 对中共邀请北韩参加一带一路这次会议的一个愤怒 所以外交部非常着急 在过去上午9点正式开幕一带一路高航会之前 中国的外交部一直在紧急地游说 劝说美国和其他的欧洲代表 西方国家的代表 不要退出这次会议 当然也许对于西方国家来讲 只是给了中国一个警告 路透社声明报道了这个消息 在我做节目的时候还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 也许发生 也许不发生 但是这个对于北韩来讲 北韩这个因素的投入 暴露去了中共在外交上的错乱 也暴露去了中共 中共一旦只要有机会 它并不乐意于北韩真正和美国走向谈判桌 六方会谈 俄罗斯 南韩 北韩 中国 日本和美国 长期以来就 北韩问题 进行北韩的核武器失业问题 进行了很长时间的 所谓的六方会谈 但是最终都无家而争 主要的原因 原来不是在其他几个国家 仅仅在日本 也不在南韩 也不在俄罗斯 主要是在中国和美国和北韩 中国一直想试图通过六方会谈这么一种方式 来建立它的解决国际尊当事务方面的一个角色 或者是一个主导性的一个角色 同时呢通过这样一种六方会谈 也从解决北韩问题方面呢 得到更多的回报 或者说影响北韩和南韩的走向统议 或者说更进一步控制北韩 甚至利用北韩和美国进行交易 美国的官僚们完全不知道中国的把戏 仍有六方会谈浪费了很长时间 然后北韩越来越感觉到了 看全了美国是个傻老虎 也看全了中国实际上只是利用自己而已 所以北韩和中国的关系 虽然是同志家兄弟实际上是深刻的不信任 所以你看不到北韩的领导人 也看不到中国领导人在过去几十年间 进行了互相访问 过去十年间没有进行互相访问 尤其是习近平上台以后 没有进行访问 没有这方面的性质和迹象 但是北韩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 不仅仅是对南韩产生了很大的威胁 对中国也产生了很大的威胁 对日本产生的威胁也尤其严重 那么日本的安倍首相终于找到了更有力地支撑他的修改宪法的着力点 科长军队的着力点 所以使他得到的民意的强有力的支持 这个恰恰是中国不愿意看到的 而北韩继续进行核武器实验和导弹实验 对中国本身的安全也造成了很大的威胁 在这种情况之下 中国实际上心里面也发现到 完了半天的把戏 实际上对自己可能会造成伤害 所以当金正恩不断地提升 海武器实验和导弹实验的时候 国际舆论开始热闹起来 川普开始坐不住 决心地把北韩问题 从某种程度上解决 中国也意识到这一点 利用了这一点和美国打开可能性的外交上的僵局 或者是减缓川普上台以后可能性的中美冲突 所以乐于在这方面提供一个支持 但是川普其实心里面 并没有对战争有真正的认知 或者是掌握 或者是有那个胆略 所以他宣布开温森后 要进入朝鲜半岛附近海域的时候 实际上当时他的船 后来被发现并没有往那个方向走 而是往相反的方向走 那很显然不是一个军事行动的乌龙 而是实实在在不仅是川普没有把握 对于日本来讲也是最担心的 虽然日本可以借助北韩这一次的核武器实力 导弹实力 来提升自己的军力水平 科长军队修改宪法 但是他们知道 现在如果发生一次军事战争在朝鲜半岛 那么很有可能是日本是一个很大的受难的国家 因为导弹的实力很亲类一举 可以达到日本 所以上个星期我见到一个日本记者来找我聊天 我们也谈到这一点 说有一次北韩的导弹事实 到了日本的后海 那外海日本自动化的启动了警报的机制 战争启动的机制 连地铁都停止运行 所以从川普试图用军事力量强给予北韩施压的时候 甚至表现出某一种军事行动的可能性的时候 日本是最担心的 也是最害怕这次战争发生的 所以他尽可能地动用了他们的游戏力量 去游戏了川普总统 不要发动这次战争 而对于南韩来讲 担心 恐惧 或者是他们对北韩的复杂的情感 使他们不想发生这个战争 一个是我几次在节目里面讲了 不要对美国的斩首行动有那么那么的想象 不要对美国的外科手术有那么高的期待 如果一旦斩首行动失败 一旦外科手术失败 那么 北韩的报复手中其冲 就是 首尔 就是南韩 何况 南韩不管怎么样 他们的情感上 对北韩甚有感情 他们是总是希望 能够和平统一 因为上一次的潮水战争 他们的自相残杀 虽然各有 别的国家来参与 但实际上受到伤害最大的 就是韩国人自己 所以南韩 尤其又是在总统的 选举阶段 大家并不愿意 有这场战争 何况现在选举出来的新的总统 他有强烈的 国家主义的感觉 他也是一个 有反美传统的 有反美历史的这么一个人物 现在我们还不知道 他是不是类似于像 菲律宾或者是日本的 安排这样的一个强烈的姿态 但是至少说 他是举张 在一定程度上 跟北韩进行和平谈判 但是不管怎么样 举张经济制裁 不能急于地让 北韩领导人 或者是北韩的势力 能够在他们承诺 不要再进行 导弹试试 不要进行核武器试验的 这么一种基础之上 才能产生 保持一定的压力 是必要的 但是中国邀请 金正恩的代表来参加这次会议 其实使南韩是很不高兴 使日本很不高兴 更使美国很不高兴 也许使中国的 真正在国际舞台上扮演领导人的角色 产生了进一步的欢迎 我们知道 美国是世界的领导者 但是 他同时也承受了 世界上的强有力的批评和质疑 但是要知道 美国是一个多元的政治国家 是一个由法治和民主支撑的一个国家 所以他很多的行为是具有透明度的 他的很多行为是可以质疑和批评的 而中共 存在是一个黑箱作业 各个部门之间 并没有真正合理的协调 没有整体的 国家的真正的利益的支撑 一个利益的发展的方向 只是为了迎合上司 只是迎合胜意 完全不过别的方面的因素负面的影响 所以这一次的 邀请北韩 代表出席这个一带一路会议 使中共不仅仅使这次会盲上了一场阴影 出现了可能性的外交的危机 而且呢 使中共的真正有没有政治道德 来承担世界领导者的角色 而不是一国之私 更不是意识形态为主导 给予了很多的欢迎 但是从更重要的角度来讲 一带一路 这样一个重大的国家的战略 其实根本没有经过研究的科学论证 更没有经过程序性的争论和讨论 它只是中国的一次国际性的大妖精 如果到这几年 中国的经济还是那么强劲 利用这些国家 来散布 消化中国的产能过剩 或者利用这个国家 来建立中国的 亚洲方面的联盟的角色 利用这个国家 去输送某一些中国的价值 也许站在中国的角度来讲 是有利的 但是问题是今天中国的经济怎么样 今天中国的真实的国力怎么样 今天中国撒了那么多钱 在全世界的影响力 到底怎么样 结果反而通过这一次会议 使中国的力量 反而进行了一时真实的曝光 就像我前面讲的 这样一次筹备了这么久的最高级的峰会 并没有真正具有国际实力的国家的领导人参与 这些很多参与的国家 这些很多参与的国家 都是大多一百 大多来分一百根的 这么一个企图心 来参加这个会的 而且这些一带一路 这些国家 在过去三年来 所创造的 经济上的 投资的项目 投资的回报 没有认证的认证 所以这是一个乌龙 以前在中国国内的时候 有些乌龙 中国有足够的力量 去把它削减 因为媒体 控制在中国手中 因为暴力武器 工具 暴力工具 控制在中国手中 而且中国有庞大的 经济资源 让其他的阶层 其他的地区 来化解某一些经济上的失衡 但是现在 它是走向了国籍 你可以控制了 能控制到所有的国际性的媒体吗 你能够让这些国家的反对党 这些国家的政治势力 在产生变化的时候 你还能够使你的 那种关系能够持续不变吗 你肯定保证不了 所以一带一路 它出来是中国的一个梦想 一个走向世界领导角色的一个梦想 但是同时 它带出来的是一个巨大的危机 它可以带出中国的病毒 但是同时也是别人看到了 这些病毒的侵蚀 同时也是 这些国家或者国际社会看到了 中共的原来 有人把它推捧为 二战以后的马西尔的 这个复兴欧洲的计划 把它看作成为 中国要在亚洲建立类似于北约的一个先生 但是如果你列日本 你列惠电兵 你列新加坡 这些国家 你都不能建立一个真实的关系 还有美国 尤其还有美国 你在这样一个区域里面 是不可能成为真正的领袖的 但是 谁会认真看到这一点呢? 谁会认真思考这一点呢? 谁有能力监督这一点呢? 没人知道 所以中国的危机 只有到有一天爆发以后 大家才知道 即使那个炸弹已经满了很久 我们不知道一带一路将会怎么收场 不知道 没人知道 但是现在 会议还在继续开 依然很隆重 谢谢大家